有多少明星足球隊來過澳門踢球 來過 對澳門有甚麼印象 當然很好玩,有多東西玩,有多東西吃 澳門也有很多朋友 介紹一下,哪裡最好玩 我喜歡鑽燒鑽辣 去一些舊區 舊區 找一些很棒的東西吃 我有一個街,我去過幾次 叫地堡街 地堡街 那裡有很多大家想吃的地道 澳門的美食,很貼地的美食 甚麼都有,很棒的 所以有很多不同特色 一定要去一下,地堡街 我下次來澳門一定要去 明天就去 明天就去吧 是 明天跟你一起去 是 之後看到我們台下 有兩位朋友跟我們一起介紹 加個時間給你們 黎總 你好… 黎總是蟹頭 我知道這個頭盤非常矜貴 有所不知,憑窮限制想像 黎總早餐都會吃這些 是,你自己吃而已 很好吃 而且我覺得名字已經很好聽 叫蟹喉 而且我覺得將一碟菜變成一碟藝術品 是最高的層次,很厲害 真的很難,真的要考奪天功 因為每一層的番茄片都很薄 然後蟹肉很鮮 看到青蘋果也很新鮮 吃了就感覺好像沒吃過一樣 想再吃 謝謝,李偉光 一會兒還有慢慢吃 翠如,主菜了 我知道主菜就是由 葡式的漁夫醬 加上港式的雲吞麵 一個完美的螃蟹 對,還會是由 未想為我們準備這個驚喜 我們一起看看 未想的總廚 如何為我們介紹 我們這裡有紅蟹 我們稱之為 烤蟹 跟雲吞麵 和雲吞麵 是在雲吞麵 和雲吞麵 我們稱之為 烤蟹 這是紅蟹 我們煮過一段短時間的紅蟹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 非常有名的藝術 在 Portugal 我們是在雲吞麵 這是在 Macau的市場 和這兩位美麗的藝術 我們煮一大碗,我們煮一碗,和吃用這個籠的 我們做肉,我們做一個炒的,讓我們吃水, 我們放一個醬料,和肉島上 我們放一個方向來 它的主要食材,就是它的青唬出色 也是因為它來吃雞 所以很普遍,因為它們很普通來的 對 macau市場和兩章的比例 這些兩個美麗的牠們 我希望你們享受這個驚喜的食物 小先生, 我剛才知道你們的主菜 其實是海中之霸的紅魔蝦 我聽說它的紅魔蝦 就是比平時的海蝦的鮮味多10倍 我沒有粉絲了, 你可否說一下是甚麼味道 這個西班牙紅蝦做得非常好, 很爽 我很想知道它為何可以同一時間 攪拌這麼多蝦 但仍然很嫩身和脆口 蝦汁其實是用三種不同的蝦咬製而成 其實是濃縮了蝦味 所以在我們吃蝦的時候, 蘸醬汁 濃郁的醬汁包著蝦 這個口感很豐富 新食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